你看起來它走了那麼快 然後腸都夠強 就是變數很大 11號青台海葵 在關島附近海面 以每小時9公里朝琉球前進 甚至後期將轉為偏大型的颱風 以路徑來看 儘管距離台灣遠 但9月1號開始接近之後 9月3號外圍環流 有機會掃到北台灣 雙北 宜蘭 基隆都是警戒範圍 氣象局預告 一旦與蘇拉更接近 就可能形成藤原效應 是南部 東南部 甚至整個東南部地區 因為是那陰風面 包含它外圍環流雲氣 可能都會有比較明顯的風雨 藤原效應的話 有可能會再被拉回來 那可能會對台灣造成 就是第二次的影響 所謂藤原效應 是當兩個颱風相距1500公里以內 會互相產生牽引作用 路徑也會變成雙台 逆時針旋轉 就會導致颱風滯留 甚至帶來更強降雨 而目前蘇拉與海葵 中間還有1600公里遠 暫時還沒有相互影響 但藤原效應最有名的 就是1986年 韋恩颱風 韋恩颱風路徑超詭異 先從台灣海峽登陸台灣 減弱成熱低壓往南走 但沒多久就增強為清台 並與另一號颱風 維納形成藤原效應 讓韋恩再度北上 甚至二次登陸 罕見出現一個颱風 兩次登陸 三次海景 並列台灣史上 四大怪台之一 影響時間變長 當然就是風雨的這個影響 都會造成說災情 會變得比較明顯 但氣象局強調 蘇拉 海葵 藤原效應 最快得等到9月1號後 才可能發生 一旦形成牽引 不排除造成蘇拉 卡在台灣周邊徘徊 讓災情更加嚴峻 記新聞學校園張信志 採訪報導 打 好